喂 蛤 有點奇怪 嗨大家好我是迷萱 我是楊楊 我們今天呢又來到了 心靈畫家 你要音效是不是 總覺得心靈畫家就要那種很高尚 心靈 鎖琴的那種 天才小畫家又來了 還有我們的表達能力 還有我們的默契程度 我們幫彼此出題 所以其實一個就夠了 那我們猜拳贏的先出題 指頭部 抽到了就開始描述有聽 給大家看一下第一題是什麼 超難 請你先幫我畫一個正方形 然後正方形的下面 畫兩條直線 往下的直線 然後再畫一個 長方形 是直的長方形 然後這個直的長方形 左邊跟右邊 都有一個對稱的 小長方形出去 45度角嗎 對 對 對下面那邊再畫兩個細細長長的長方形 大概就是這樣 蛤 機器人 對 對 對 真的 真的假的 我好強喔 你也很強耶 第一題就這麼順耶 好來 換我出題 來 這是第二題喔 好 先畫一個大圓形 大圓形 上面很多圈圈 大一點 大一點的 輪胎 很多 就是滿版那種感覺 然後不整齊的 它邊緣有超出去一點點 這種東西 會有人密集恐懼症吧 那你旁邊開了一個視窗 畫一個三角形 下面三角形是圓弧的 蓮蓬頭 然後有很多半顆的圓圈在下面 蓮蓬 不是 然後 真的有形中間有很多 很多圓圈 長長的圓圈 圓圈裡面會有一個黑黑的圓圈 西瓜籽喔 這應該滿像的吧 這兩個都很像嗎 它們是一樣的東西喔 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這一個是整個看的 然後一個是 是切開的嗎 嗯 是長這樣沒錯吧 是長這樣沒錯吧 右邊這個是真的嗎 大圓的這個 最上面 凸出一根細細的長方形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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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 對 這好強喔 四達的長章啊 對 只能這樣形容 真的 好強喔 來換我 請你先畫 三個三角形 有一個邊都連在一起 有一個邊連在 不是有一個腳連在一起 我講錯了 再畫一個圓形 把這三個三角形包在一起 包在一起 披薩 不是 在那個中間 三個腳連在一起的地方 再畫一個圓形 在正中間一個圓形 把它塗黑好了 最下面再畫一個 比較細長的三角形 對就這樣 來 電風扇 沒錯 下一題 電風扇真無聊 真無聊 換我抽題 對 抽到很難的是不是 你先畫直線 切齊同一個底的直線 然後可以多幾根 OK好 然後在每一條線的中跟上方 畫很多小圈圈 對對對 線的右邊有一排小圈圈 這樣喔 對對對 線的左邊一台小圈圈 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滿天星 旁邊上放畫一個螺旋 童心的螺旋 不是 平面的 對對對 然後有大有小 有點奇怪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我畫的是對的嗎 我畫的很像嗎 沒有那麼多啊 就是一兩個異像就好了 一個圓圈 然後上面有橫的兩條半弧線 沒有沒有 左右兩邊 人喔 人頭 然後你幫他畫兩個點點 再一個弧線 然後點點跟那個弧線中間的 這個地方 太陽穴啊 嗯 太陽穴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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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一下 為什麼要那個地方 什麼東西 按摩太陽穴 頭痛 眼鏡也不長這樣啊 左邊只要現在畫多一點一樣的東西好了 因為它是很多的 頭皮毛茫 不是 太陽穴 按摩 嗯 盲人按摩 為什麼有盲人 哪裡有盲人 會按摩 會幹嘛 會弄什麼 猜一下吧 會弄什麼 精油 嗯 熏香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換精油 不是一個味道 一個味道 你真的知道它長什麼樣子嗎 應該知道吧 沒有人不知道吧 薰衣草 很像 我還在這裡畫出芬芳的效果 很難嗎 很難啊 那你覺得薰衣草怎麼講 不知道 對不對 你們看我畫了一模一樣 幫我Key一個薰衣草的圖 是不是一模一樣 幫我Key在這邊 好像喔 找了一模一樣 好像喔 好 好 我們先畫一個圓形 然後裡面有很多個同心圓 好 像切披薩一樣 畫幾條線出去 輪胎 蜘蛛網 不是 穿過三角形本身的一條線 三角形在最上面囉 弓箭 不是 嗯 那我們畫一個 愛心在這個 直線的下方 愛神丘比特 不是 不是 講一下這個畫面 要轉一下 要轉一下 它不只是一個愛心 它是一個 手 手指 飛鏢 對 拿飛鏢的姿勢 有沒有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 你怎麼又笑成這樣 你先畫一個圓形 你拿直到嗎 它下面接一個長的橢圓形 學人 圓形的上面 畫一條直線 直線最上面畫一個很線 短短的 好 OK 圓形的左右卡片 各畫兩個黑圈 上面橢圓形的地方 中間畫一個正方形和 外星圓 你旁邊再畫一個小的這一整個 小的 好你現在把上面那個橫線 改成圓形 好天仙寶寶 對 天仙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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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像 什麼 你好 你好 來 好我們畫一個 最常見的三角形 然後在這三角形下面呢 畫三個正方形 然後再畫一個 跟三角形編一樣大的正方形在下面 黃子 不是 旁邊呢再放一些 就是 散落一些 三角形 跟正方形 跟長方形 積木 對 好強喔 積木 好 畫一個圓柱體 圓柱體的邊緣 有一點點小直線 短短的 往外也可以 出去一點點 然後滿滿的 這個猜不出來 好 然後我們左邊畫一個圓形 大一點 左的兩邊圓弧線 就是一個人 就是要在哪 你右邊畫的形體把它搬過來 左邊這裡 黑頭粉刺喔 沒有你要搬到左邊這裡的上方 然後是橫的 對 對 厲害吧 好 描插 喔 這個好簡單喔 先畫一個比較寬的圓柱體 好 好 然後在這個圓柱體的右邊呢 畫一個半圓形 半圓形 半圓形 杯子 馬克杯 對 超簡單 OK 最後一題加簡單單 好 先幫我畫一個圓形 圓形下面有一個直的小的長方形 最下面再一個大一點的直的橢圓形 然後在長方形 剛剛中間長方形的部分 畫一個橫的長方形 比它還長一點 可以再厚一點 跟它差不多寬 項圈 泥豆子 左邊再接下一個直線的長方形 圍巾喔 對 我們今天最難的一題就是薰衣草 超難的 你忘記它長怎樣了 我不會想到 有薰衣草這個東西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說的話 希望我們做事情在下留言欄 告訴我們 絕對不要忘記放我們的 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